国产大飞机C919已经开启多用户运营的新阶段 记者9月1号从东航了解到 作为国产大飞机C919的全球首发航司 截至9月1号 东航C919机队乘运的旅客人数已经突破了50万人次 9月1号中午 一架载有141名旅客的C919客机降落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至此 国产大飞机C919累计乘运旅客人数超过50万人次 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国产大飞机C919已累计安全飞行超1万小时 执行商业航班超3700班 截至目前 东航已经订购105架C919飞机 正式接收7架 直飞上海虹桥至成都天府 上海虹桥至北京大兴 上海虹桥至西安咸阳 上海虹桥至广州白云 西安咸阳至北京大兴 5条航线 今年鼠运期间 东航7架C919全面投入鼠运 数据显示 鼠运期间 东航C919机队 共直飞商业航班1145班 乘运旅客近16万人次 客作率86%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